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 唐代 唐代 这些宰相都在挂上中书门下的钱开会 所以后来它的宰相机构 逐渐地固定了一个沿用的习惯说法 叫中书门下 中书门下 它不是中书省 是中书门下 是一个宰相机构 那么中书门下的官员 它的宰相 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唐代那些临时经历差遣 当然它根据在宰代慢慢地形成 首相 次相 负载相这样的制度 比如首相一般来说会带什么呢 位置最高的首相 会带一些皇家图书馆的或者修历史的头衔 兼修国史 什么文华殿大学室 然后才是后面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我们一听这个 这大概就是北宋是像赵普这样的宰相 他带着头衔 那么赤一点的可能带稍微没这么多尊贤头衔 就是地位稍微赤 这个赤往往只是在上朝的时候排队 在见皇帝的时候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 没有十字意义 但是另外有十字意义的就是他的副宰相 就是把唐朝的这个参之政事叫副宰相 因为在这个这也都是中国的所有的制度里面背后 这种大臣君臣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在里面起很大作用 暗藏了很多皇帝的权术 所以宋朝北宋时期的宰相 比如像赵普这人也是地位非常高的 帮助赵宽印 赵宽印兄弟两个夺天下的人 所谓半步伦宇治天下 是吧 那么这个位尊权重 怎么办呢 就想折了 在这个宰相之下还有没有比他位置低一点的能够牵制他呢 后来有人就告他 唐朝有这样的官名啊 参之政事 好 要搞参之政事 所以参之政事呢 那么他是副宰相 是这个地位比较次的宰相 也严格说也不叫副 为什么呢 他但是这个官印呢 他和宰相是可以轮流掌管的 虽然是副的 但是又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制 比如说国务院发布命令 李鹏 温家宝 他不能 那么这个 在宰朝的时候 宰相发布政令的时候 参之政事要同时签署才有效 轮流掌印 这个大印是轮流掌印 这些都说明 人主为了签示这位宰相 设置的种种 这种措施 采取的种种措施 另外我们当然还可以更隐秘地看历史 不光是正式的台面上的制度 还有呢 宋代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密布世人的 加法性的做法 潜规则 往往宰相和这个参之政事两个人 会任命不同政见 不同派系的人 有意的是他们互相牵制 还有呢 他们上殿这个面君的时候 往往是分别上殿 不是同时的 就是要互相有点隔离的 不要你们一起合计好了 这里面都是层层的签字 那么这个 当然还有更小的伎俩 我们看这个 宋代的宰相的礼仪制度 对宰相的礼遇 也有一些变化 是吧 这个说起来 有时候帝王之家 也有很多 让人今天的人 感到不齿的一些事情 皇帝 这个这个 比如赵仆 已经退下去了 换了新宰相 这个本来 见皇帝的时候呢 寒暄一阵的礼节完了以后 要赐座的 但是呢 这个有一天 某位宰相见皇帝的时候 这个 谈完话了以后按规定 退下来 腿往后挪向屁股枪 找板凳的时候 发现椅子 座位 被太监拿跑了 所以呢 这位宰相就知道 从此以后 只能站着了 当然现在还没有跪着 但是已经是站着了 没有赤座了 那这些种种呢 就说明在宋朝的时候呢 这个种种原因 为了集权 在宰相这个制度里面 都有很多的 一种很深的一些用意和用心 所以宋代这是他的 当然从职位上都是一样的 还是位尊全众了 中书门相 所以平章式 参之正式 等等 那么这个 宋代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奇特的现象 就是分化出来 另外一个独立的军事机构 宿命院 这宿命院呢 在唐代的时候 本来是太监掌管 慢慢的发育过来的 本来宿命院 所谓的宿命宿命 本来原来是可能长文厘的 后来慢慢的长军事 看到那么树敏院的大臣 和这边宰相机构的大臣 往往又是政见冲突的 比如说可能 如果王安石任宰相的话 司马光就可能任树敏院的长官 互相有牵执 那么应该说 我们知道 在这个三省六部制度下面 他管理这个大部的事情 属于兵部管理行政 就像国务院国防部 但是他又在这个六部制度独立的 所以这个机构 到后来甚至到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 要把这个机构 有的人听说 是不是也把它都整齐化整理掉 把它拆掉 但是宋全宗就说了话了 祖宗 我们的祖宗就是 故意的要他们 不能够让兵权 回归到他 那么兵部 那个有关机构 就是为了使他们 叫做议论向脚 就是让他们不同的意见 互相在打脚 议论 不同的意见 议论相搅 就是让他们互相牵制 所以 那么这是祖宗家法 所以 宿命院在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 号称 所谓的文武二夫 另外 在宋代 还有一个机构 也非常有趣的 叫三思 财政机构 号称 季相 财政部长 或者是三思 他的长官叫三思史 那么这个 按说我们知道 在三省六部制度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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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户部 就是管财政的 可是现在独立出来 原来的机构废掉 那么这个三思 管什么 钱粮 仓库 这个国家的议算 这些东西 财政 实际上是有点财政部 但同时又不完全是财政部 是中央财经委员会 财经领导小组 大概这样的 所以 这个呢 他因为呢 他又比那个部呢 要重要 所以三思史 号称迹象 所以呢 这三大机构 那么我们知道 本来宰相是无所不同 但是实际上呢 理论上 没人说 现在呢 到宋才 没人说宰相 只管哪些 可是像这个军事行政 财政 都有专门的 执掌的机构 但事实上 宰相的权力 在虚化 是不是 事实上有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呢 我们知道 在他们这三大机构之下 就是有关的这个部门 布啊 士啊 青啊 剑啊 这些机构 是吧 那么都有 都有这样的机构 那么原封改制之后 宋 宋神中 在王安石变法 原封改制之后 因为觉得 这套制度 老的制度 和新的制度 重叠 互相在那里 叠床 架屋 感到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乱 于是呢 在原封时期的 宋神中时期 就进行了一个 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这个机构改革的 基本精神 是想恢复 初唐时期的 这一套体制 是吧 宰相就是宰相 三省六五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由于种种原因 不可能又再回到了 仍然在这个 原封改制之后呢 后来发展到 实际上 这个 变成了什么呢 中书门下 这个机构 还保留了 宰相府 独立的宰相府 就两个省合成一个 保留下来了 还有呢 上书省 你看 中书门下 实际上成了一个 决策机构 所以它短小精干 上书省 就是还是一个 政务部门 政务院了 那么这个 下面下辖六部 上书省呢 这个 然后还保留了 这个宿命院体制 还保留了宿命院体制 这是这个 并没有完全做到 但大致上 做了一个整理 整理 中书门下 那么这是负责皇帝的 他们的命令的签发 什么之类的 那么也是宰相机构 那么上书省的长官 他的长官也还是宰相机构 是怎么在加强军权的 从制度上 那么到了南宋时期后期 我们知道 干脆就什么了 这套体制 因为要打仗 运转起来又很麻烦 干脆就更进一步的简化了 就是丞相 恢复到 也不叫那么多头衔了 左右丞相 然后下面六步 丞相下面管六步 直接带六步 然后军事上独立起来 就完了 那么这个体制 一直到元朝 所以基本上是继承这样的 到了元朝时期 宰相机构就是中书省 中书省的这边设成相 设宰相 然后下辖六步 然后另外独立的监察机构 独立的军事机构 就完了 所以就这样的 到了北宋中期以后 基本上就把唐桃的 原来这套 中唐以后 这套很混乱的制度 做了一个调整 那么这个中书省 就是属于丞相 宰相机构 下面六步 然后这是一个行政系统 另外独立的监察 御史台 另外独立的军事指挥系统 是这样来运转 那么这个 中国的这个中书行政制度 到明清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变革 到了明清时期 一个重大的变革 就是到了明代 就是最突出的变革 明代就是内阁 内阁制度 代替了原来的宰相 宰相机构 内阁 还有到清代的时候 就是军机处的出现 又削夺了内阁的职权 这样一个蜕变 元朝的时候 那么明朝的时候 在初年 仍然是继承的 这个元代的制度 中书省是宰相府 他的长官就是宰相 下面六步等等 那么 到了元代 到了明代的时候 周元璋 出于他个人 他的个性 还有当时的种种正情 那么和宰相制度 直接发生了冲撞 那么最开始的宰相 他比较信任 到后来 有的宰相 像胡卫庸 这个个人 可能也拎不清 不知道对这个人主 对这个 你像跟随朱元璋 从争打仗的 这些元老 宿旧 这些人 都对朱元璋的情况 比较了解 你像刘基 尽管躲来躲去 最后还是 莫名其妙的 神秘的死亡 像这个什么 宋连这位 帝王的老师级的人物 因为最后 虽然没整死 但是也曾经被发配到 我们今天的子归一代 奎州这一代 那么像徐达 这些武将 也是揣摩 也是死因不明 但是像胡卫庸 这是稍微低一点的 资历稍微低一点的 当然也是元老级的人物 那么对于朱元璋 可能了解不太轻 再一个是 真把自己当上宰相了 所以 重大的事情 就敢于做主 所以终于触犯了 这个朱元璋 所以 制造了 胡卫庸 谋反 制造了 这个谋反的大案 那么连带的 诸连了上万人 被杀掉 所以 下令 在洪武十五年 下令 宰相制度的存在 是历代 出现动乱的根源 把这个历代 出现动荡 这个出现问题 归坠于宰相 所以 下令后代子孙 那么 这个永远不准提 恢复宰相之事 如果有敢于 那么 这个 敢于 那么 这个 议论 设置宰相的 那么 要处于极刑 所以立下了 这个延续的加法 所以 扎掉 胡卫庸之后 就 废除了 宰相 这个 可以说 从秦汉以来 甚至更长 这个宰相制度 就 明令废除 废除之后 这个 朱元璋 他呢 个人 因为 受苦出身 经历 非常的旺盛 所以 历史也有意思 有的 开国的皇帝 像 秦始皇 也是经历 非常旺盛 一天要看 一百多斤 重的竹简 是吧 那朱元璋 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 一天呢 要处理 有人给他统计 吴涵 原来吴涵先生 我看他的材料里边 曾经统计 在他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 大概坚持了一个多月 那么一天 每天要处理 平均两百多件 赤庭 那么各地的公文 要看这个筹章 看着这个本子 要看也是一两百件 这个筹本 我们知道 古代的这个大臣的筹本 文章都写得很长 一般来说呢 要论证 要阐述 因为这个写筹本的人呢 都文笔很好 比我们现在的博士论文 要写得要好多了 文采又非常好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长 所以朱元璋也是看着非常恼火 据说呢 有一次越看越烦 因为这个太重了 他一天到晚看 因为这个把宰相去掉之后 皇帝等于是 直接变成了行政首长 领导六部 处理天下事情 冲在了第一线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越看越烦 所以终于有一天 有一位姓王的大臣 倒了霉 拿到他的奏章以后 看到最后五百个字 才知道他讲什么 扬扬万言 最后说贺令 锦衣卫 把这位姓王的大臣 抓回来以后 葬行对他 然后打得血头血脸 打完了以后 最后想问 你到底要干什么事情 你讲讲 这一讲以后 朱元璋还觉得 你这个事情讲的还有道理 但是呢 你为什么写这么长的文章呢 为什么不把文章写短一点呢 因为咱们熟悉的文革时期毛主义的话 号召写短文章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要求大臣尽量的要短 奏折要短 不要展开 不要论证 一搞 这个 我们这是个传统了 过去都是讲 后继 我们现代时候一搞 都是东风吹战鼓雷 是吧 美帝国主义怎么样 世界怎么样 讲半天以后再讲国内国际形势 讲完以后再讲 那古代是讲文武周公啊 是吧 先讲以皇帝怎么说 姚舜怎么说 一讲到以后再讲我怎么说 讲很长了 是吧 皇帝这个非常的恼火 这样的可是 尽管号召大家写短 那么还是处理不了 要看处理一两百件 每天的咒章 咒本 要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最后呢 朱元璋还是感叹地说 仁臣 作为君主 不能无辅臣 一个仁臣 不能以一身治理天下 是你再三头六倍不行 你想朱元璋还是经历比较旺盛的人 后来那些皇帝 锦鱼玉石的皇帝 他怎么可能呢 是吧 看五本户就烦了 是吧 所以 到了这样的 这个在取消宰相制度之后 朱元璋呢 采取了一个替代性的办法 那就是呢 那么 找一些低级的文臣 他比较信任的文 文才比较好的文臣 夹带上各种皇家图书馆的 馆阁的名称 比如说当时 那个皇家图书馆的名字 武营殿 文化殿 什么殿 什么殿 什么文渊阁 文蓝阁 什么什么阁 是吧 那么 这都是一些皇家藏书楼的名字 但是这很清贵 是吧 很清贵 对呀 因为这些皇家图书馆 都是属于在宫廷之内 所以我们把它统称叫内阁大学士 内阁那具体的名称很多 是吧 但是那统称就是内阁大学士 加上某个图书馆 什么文元阁大学士 文化殿大学士 等等 在皇帝身边为他处理公文 他处理的公文有两种 一种是过滤信息 那么他认为 这个 这些文章 这些意见 根本不靠谱 根本就 不合理 没有任何操作性 或者空洞 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 就把它给过滤掉了 给你扔 筛选取得出来 就给你扔掉了 处理掉了 那么重要的文件 重要的事件 他阅读之后 他会呢 在这个 咒本 封面 贴一张纸条 把这个事情的 事由的 主要的事由写出来 把它的 自己提出的 这种初步的 处理意见写出来 这个过程 后来就叫做票泥了 票泥 那么皇帝 那么这个 接触到经过处理的 这些奏章之后 然后一看封面 内容提要 一看处理意见 再翻一翻 如果他认为妥当 就 照了这个 就抄出来 用红笔一抄 这就成了 圣旨那 就到下面去办了 周批 那么这是内阁大学士 他的主要的工作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